在該系列的影片當中 我們會逐步的模擬林樹豪的整個生涯 他必須達成三個條件的其中之一 例行賽MVP 拿下一兆總冠軍 或是達到99評分 到底林樹豪有沒有機會 可以成為聯盟頂尖的控制後衛呢? 哈囉 你好 我是諾斯 今天我們來繼續進行 我們林樹豪的迴煌生涯模式 那在上期影片之中的話 我們獲得近期影片的全新糕點 也非常感謝各位觀眾們的後愛 謝謝各位 那上期影片之後的話 我們是對決克里夫人騎士隊 然後並且我們的新秀內線 雖然看起來還不是這麼的成熟 但至少是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在防守端以及外線投射端的話 都是有一定的潛力的 那根據上次影片的回饋的話 包含能把Gold Day Harald 再加上Kevin Porter Jr. 兩個人去做一筆交易案 不過由於這個虛約限制 他們大概是要在1月26號左右的話 才幫忙把他們做一個交易案 但在今年的話 我應該不會這麼快就把他磨擬掉 但本期影片的話 我應該不會先直接磨擬到那個程度 所以這邊我也根據另外一個觀眾所給的意見 就是把Jobber Smith拉到了3號位 讓他這邊最後一個身材偏高一點的3號位 那這邊選棍就會把他拉到4號位 那我們先發這個組合就會看起來非常有趣了 那目前為止 林書豪來到的是91評分 並且擁有45個徽章 45個徽章什麼概念 Jason Tayden就是45個徽章 並且LeBron James的話 總共是50個徽章 你就知道林書豪目前為止 是處於多麼巔峰的一個狀態 那在剛剛這場比賽的話 林書豪是得下20分三日版 把主攻2超級1主攻表現 雖然是中規中矩 但是文貝亞馬的表現的話就極其出色啦 那這場比賽的話 我們是獲得1022點的經驗值 3分球的話就直接給他上升個2點 加上3分球的話應該要更加穩定一點 我們來看看奧卡瑪雷林隊的陣容 包含了Makell Bratches這個補強 他們在3號位部分的防守的話 我相信是絕對沒問題的 然後這個Vanderbale 曾經在灰狼隊的一個籃板苦力 然後Chair Hongren跟Vito文貝亞馬 兩人之間的對決 這個也是臉很期待的 但今天的話 我想要來弄個復古之夜 我來把這兩隊的球衣的話 弄回靈朔曾經在火箭隊時期的服裝 我們來看一下 哇 感覺都回來了 哇 靈朔當年還在火箭隊時期的衣服啊 可以可以可以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話 就要直接來對決奧卡瑪雷林隊的比賽 來看一下靈朔到底有沒有辦法獲得好的成績吧 哇 靈朔穿著身球衣突然 白一點的感動起來了 好 Speed Boss 稍微人底下 直接給到 哇唷 想過了 把對方撞爛 哇 我發現一件事情啊 對方真的是有很多那種屬於 很高的球員啊 好球 最後一條防線是我們的VT1沒壓嘛 舒服喔 哇 直接進去那邊 灌籃 可以 接受到VT1沒壓滿了一個傳球之後 直接Speed Boss來到籃牆 直接灌籃啊 靈朔好 再有外線 這邊只能干擾一下 哇 你在已經4位才跟我說換房 你這樣子不太對吧 再灌籃 可以 再灌一個 我很少看到這樣歐入場的那邊到處灌來灌去的 好 第一角Bretches 殺了內線 4個犯規 輪球回給John Green 拔起3分 沒有進 我沒壓滿辦法拿回來嗎 哇 他跳超高的 如果我住在二樓的話 他應該可以直接幫我送外賣 你知道嗎 籃底下 好球 要決誰而真的 繞過兩個人直接把球送到籃框裡面 籃底下進去裡面 要有個犯規 重要的是要守住對方 一群封線這樣亂切 很難你知道嗎 籃底下火鍋 再回籃板 全紅鬼再硬撞 哇 可以 晃過去了 可以啊 哇 再重播一下 秋下籃下拉回 再左切 墊一下 直接上去 擋拆 內線有把手刀了 哇 好球 籃下360度 轉身灌籃 再還給我 這麼久拔起 這球 被干擾到 很嚴重的干擾啊 49% 好 好 籃底下 這邊沒有 干擾不到干擾不到 剛剛就是LZ的他的身材有點太好了 手一手 再個擋拆 籃底下給他為北亞馬進去上籃得分 籃底下 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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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現在來到的是第二集 我們現在球隊裡面有一堆防守大閘蟹 各種夾 這位是Kan George嗎 籃底下再放 這是個打倒犯規 Kan George也是2023年的新秀至少是前五數位的大熱門 前三數位有沒有機會我是不確定的 但至少是前五名沒有問題 現在又要我來對決高空球 我原來就只有191公分 整天叫我打這些快要200公分的 這球 剛剛那位好像叫做McFarco吧 我不確定是不是這樣唸 反下來包加 外線GeorgeM987 哎呀 我發現Jerry Green有個缺點 他就總是在已經發生快要失誤的時候 才開始說我們要換防這樣子 最麻煩的 哇 好球 好球 JUSTYD這個傳球視野 你原本以為是我們屌打嗎 沒有啊 是我們被屌打 小豹 球進 不想往進去切啊 一切的話可能兩個就包過來 五球掩護也是可以的 來 VTBL拿下籃板 這邊再上還是沒進 籃下再抓個板 這球還是干擾到 好球 Christopher 給他籃底下 來這邊看起來就是吊打局啦 一個後墊步中距離直接進 Venna Bell 哇塞 他最後三秒鐘你要怎麼做 不是吧 哇好球 他背後長眼睛耶 那樣傳傳的到 這個籃底下 上去 哎呀 再抓 嗚呼 太舒服了寶貝 我沒腰啊 這是妖怪 妖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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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妖怪出來不出來 太神啦 妖怪 抄一下 進去 上來按 不服 你又請教我紅油超手啊 哇 不是我要講 又紅又會抄啊 啊完了 啊你現在我沒進 還好啦 沒事啦 我早預料到不會進的啦 看來我要多一點三分球啦 外線是George 接獲傳球之後直接標一個三分球啊 這邊我應該不用太擔心他的內切啊 他內線切入反而 沒有這麼的頂尖啊 反正三分球沒進 藍底下 又干擾 好球 球先給Green啊 你來突破你來突破 內線去犯規規 救局算是裡面比較準啦 先把救局砍下去啦 好不好 好今天 法爛 原來你的背後四號是因為你這個 一加三啦有沒有 電步往後 中距離 唉 籃一下 再上 欸我今年我覺得我可以躺冠軍了 想內切 你切你個大西瓜啦 三分球空檔 出手 這樣沒進 突然姿勢我真的覺得我要換一下 我可能把他速度調快之類的啊 要不然這樣打起來太難過了 George這邊超遠三分球 直接拔起 前場有個快攻機會 又是上籃 謝謝 我不求大富大貴啊 我只求問心無愧啊 好目前位置中場結束 49比47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現在我們來到第三節 目前為止的話 我僅僅只得要13分2助攻啊 但其實邏輯上的話 給我們家這個 完備亞馬 多點進攻機會是好的啊 最終要說 我可以不用打那麼辛苦啊 籃一下 直接 過爛 外線那個是誰啊 不是 外線那個是誰 看我剛剛那個就 尷尬3秒鐘 你知道嗎 稍微籃一下 唉唷 你怎麼用 直接給我上籃了 別的表 不要吧 我這個 如閃電一般的切入啊 來 給我救賽了 生的 又是雙人擋拆 還好還好 拉回外線 拔起 他一拉回外線 一定要貼耶 不貼不行那種 再回外線 好球 滴腳 來一個3分球 滴腳那個不要放 滴腳那個不要放 哇你這樣子犯我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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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你這個絕對是 有問題的 我兩隻手舉得直直的 我手舉直直你跟我講說我犯規 你不要鬧了好不好 跳跳跳 對 好我們 火箭隊防守的意識很好捏 上去兩半鍋 錯過人 擋拆中頭 你應該會咬到3分球對不對 沒有啊你想進去那邊上籃啊 可以啊 這也是挺好的啊 直接超前 進去那邊上籃 套球 又要開標了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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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起來了 完蛋 再回個外線 Green 三分球 沒進 來一下再抓好籃板 全棍 這把球還給我 一個擋拆 來 再回個外線 再拔一個 沒關係 這是兩個非常好的三分球 嘗試機會啊 對方外線三分球有沒有進 中頭 來了 13%從那麼遠地要飛進來 來一下 980的傳球師也非常的好啊 總是能在最關鍵的時候 傳給最需要的人 倒個半圈 有個機會 中頭直接來了 可以 好現在來到第三節的1分12秒 我這邊要對決這個Georgio 那這邊的話我應該有辦法 稍微比較常干擾到他 拉回內線切入 上來得分 晃了兩次才有辦法把那個 電給甩開耶 不會讓你輕易的投三分球 要跟你講 唉唷 瞬移耶 你媽超級賽的是不是 現在 人不知道有沒有聽過這首歌啦 他是Steven Curry吧 到處飄來飄去耶 被暈 哇 收到 剛才球最後有失誤啦 不過沒關係 我們目前為止是這個領先11分的狀態 進入到下一節 我們試用一下馬上回來 這位單挑 進去裡面 上去好球 M1 來來來 該去賽了真的 來底下直接恐龍接力 沒辦法 看起來還是一定會給他過 沒有的不要 直接抽掉 球又救回來 沒辦法 干擾不到啦 36%啦 掌拆 欸這邊是直接拔球 阿賺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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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 還是被干擾到 波哥 犯規 我們雖然 至始終都大概維持十分左右的差距阿 但我們真的打得不輕鬆阿 來一個人單打 上籃底下 上去 被抓爛 真的沒辦法 你要想輕鬆度過圈龍果人這關 真的是不太容易阿 中頭 等一下再抓籃板 再上 犯規 阿 然後Josh Giddy 擋拆之後 籃下 中距離跳投 剛選棍沒有直接貼他阿 我覺得這不是很好一個選擇 全龍果人 手一手 內切 哇這果然 他們兩個人之前的擋拆真的是守不住那種阿 籃下火鍋 不過球被Giddy抓回來 硬頭啦 阿又被抓回來 人家身材就這麼好嘛 不然我要怎麼辦 靠北咧 先籃下 再給你 這球不是我們的球 阿完蛋 不是因為我剛剛真的是被守太多球了 我到後面真的是打不出來的東西阿 擋開之後 好 殺內線 小放 可以 最後放籃把這個比數拉回來阿 內切入 就真的會很忌憚他 內切 但你又不能放對方外線你知道嗎 好 來到三分三十八秒 我又回來了 殺內線 上籃 得分 火鍋 幸好有我這個好朋友的幫忙阿 還好還好 幸好還有稍微干擾到一下 哇現在超緊張耶 感受到這個整個畫面在震 給籃一下 小放 可以 哇大空檔放出來了 有沒有干擾到 唉 30% 干擾不到干擾不到 我也沒壓嘛 三分九 拔起 籃一下梅拿下籃板 我還先 救命 沒進 沒事沒事沒事 D2 對對對對對 鎖到鎖到 阿 下樓台 上去拔起 拉一顆 換防換防 轉身上去火鍋 再一個火鍋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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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要比他要打那麼刺激嗎 先上籃 得分兩分 轉身 跳阿 鎖到 打下籃板 來 切入 等一下可以上籃 可以 關鍵的關鍵的 既然是會主將還是要做出到這件事情阿 關鍵時刻得個分 長頭 沒進 還好 來來來來來 兩分要進 三分差距 對方沒有任何的這個 唉唷 原本我想說對方沒有任何的這個 暫停可以要了 6.3秒還有機會 進去 唉呀 太可惜了 籃下已經給你一個大空檔了 好吧 好 我們這個話就稍微 休息一下 繼續我們的 延長賽吧 好現在來到延長賽 4分07秒阿 目前為止的話 4分差距阿 抵擋那個手好 抵擋那個手好 沒進 還好 該就是Alcender 擋拆 來 收到 可以可以可以 籃底下 阿好球阿Golden 天安Poder 有擋拆 來籃底下 沒有 沒有 這邊給我 今天人性對他們的命中率非常的低阿 大概只有三成多而已吧 哇 這是個藥飯 籃底下直接灌籃 我們耐心等待 仔細尋找阿 感覺很重要阿 推開蒼白的手 只為一個真心的擁抱阿 Banabell 這邊還有一個外線 細腦 手爛 恭喜 欸欸 球最壞 漂亮 外線 Table Smith 上面球 沒進 籃底下籃板 再灌 水辣 我剛剛非常放心阿 我就直接往回走阿 要就是Alcender 你要籃底下 Banabell 超級超大嗎 這邊我們的球軍 這邊還有一個外線 好球喔 剛剛那球是他對位者的鍋阿 我剛剛只是幫他斜防一下而已阿 內線 有機會可以上籃嗎 M1 這個2加1基本上就交習了對方 有機會可以反超的可能性阿 六分差距41.2秒 很難喔 很貼很貼很貼 受不了了 硬鑽耶 今天這場比賽最終比數的話 是112 比105阿 我們算是獲得全面性的一個勝利阿 這老實說阿 我們想到今天這場比賽的話 會變得這麼的難打 沒想到最後的話 就變成如此驚心動魄的一場比賽阿 今天全場最佳的話 是我們的VTBPYAMA 這個是不愧為全場最佳阿 他的二次進攻阿 真的是幫助我們球隊非常多阿 還有一手非常好的中距離 以及外線投籃阿 首先輸豪是得下34分33版 八足攻4超級阿 整體命中的話是25頭13中 老實說並不是這麼的好阿 但你要想一件事情 今天對方所有人 被我們手要命中率變得非常低阿 這表示我們的防守 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那半章比賽因為失誤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們僅僅只獲得400點的經驗值阿 那經驗值的話 就直接加在我們這個傳球室也好啦 加個兩點 那本賽季零出套在火箭隊的話 是場均25.8分 3.8個籃板 10.4次的助攻 3.2次的超級 1次的火攻 外帶4x2 三分球命中率 確實是有機會可以拿下MVP的 我們就一起來拭目以待零出套本賽季的表現吧 好了 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觀眾們最新的影片狀態 那我們下部影片來見囉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